欢迎大家收看天下文章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拜登宣布对俄罗斯实施500多项新制裁 欧盟对俄最新制裁获得通过 包括中国公司 美国无人航天器成功登陆月球 西安和青岛被列入港澳个人邮迁发城市 德语媒体大众是时候撤出新疆了 请大家收看 拜登宣布对俄罗斯实施500多项新制裁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两周年的前一天 美国总统拜登本周五2月23日发表一份声明 宣布美国政府将对超过500个实体及个人实施新制裁 这些制裁针对与纳瓦尔尼入狱有关的个人 俄罗斯金融部门、国防工业基地、采购网络 以及世界各地帮助俄罗斯绕开制裁的人 拜登在声明中表示 这将确保普京为他在海外侵略、在国内镇压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拜登说 清污两年后 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我们从第一天起就知道的事情 普京严重失算 拜登同时向乌克兰人民表示敬意 勇敢地乌克兰人民继续战斗 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的自由和未来 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更大、更团结 由美国领导的史无前例的全球50国联盟支持乌克兰 仍然致力于向乌克兰提供重要援助 并追究俄罗斯对其侵略行为的责任 拜登呼吁国会尽快通过援武法案 拜登也指出 由于缺少武器和弹药的支持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斗面临越来越大的危险 上周 乌克兰东部城市阿弗迪弗卡 LDIV卡落入俄军手中 基辅军队因缺少弹药 遭到严重削弱 拜登因此呼吁国会议员 为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 他说 这场战争已经过去两年了 乌克兰人民继续以巨大的勇气进行战斗 但他们的弹药即将耗尽 乌克兰需要美国提供更多的物资 来抵俄罗斯的无情攻击 这些攻击是通过来自伊朗和朝鲜的武器弹药实现的 这就是为什么众议院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 通过两党国家安全补充法案 2月早些时候 美国参议院以70比29的表决结果 通过了一项有关支持乌克兰 以色列和台湾的950亿美元对外援助法案 其中 对乌克兰的援助为600亿美元 该法案尚需得到众议院的通过 投票表决可能将在3月份进行 法新社等 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欧盟对俄最新制裁获得通过 包括中国公司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两周年的前一天 2月23日 欧盟对俄罗斯的新一轮 第13轮制裁完成了最后一道法律程序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 伯雷利 Joseph Borrell 在一份新闻稿中说 我们正在进一步加强 针对俄罗斯军事和国防部门的限制措施 欧盟27个成员国的高级外交官周三 2月21日 在布鲁塞尔就制裁措施达成一致 但仍需欧盟各国政府的最终批准 这已于周五获得全部完成 第13轮制裁措施 针对俄罗斯国防工业 包括对无人机部件等技术的出口限制 制裁还把目光投向了 向俄罗斯供应设备的目标国家 以及那些对非法驱逐乌克兰儿童 并对其进行军事再教育负有责任的国家 制裁措施对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斯里兰卡、哈萨克斯坦、泰国和土耳其等国的机构实施限制 因为他们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和工业综合体 这些措施还包括对106名个人和88个组织实施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 这一系列措施意味着约有2000人和团体 因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而受到欧盟制裁 这一轮禁令阻止欧盟公民和公司向受制裁实体提供资金 受制裁实体的完整名单将于明天由欧盟公布 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美国无人航天器成功登陆月球 美国之音中文网 由美国德州私人企业直觉机器公司Intuitive Machines 研制的一个无人航天器星期四 2月22日成功在月球南极附近着陆 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首个在月球着陆的美国航天器 也是全球首个在月球表面成功着陆的 由私人企业研发的航天器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赞扬此次航天器登陆月球 是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计划的一项重要成就 此次成功登月的航天器上 搭载了美国航天局的多种科学探测仪器 以及商业载荷 而美国希望在进行一系列无人航天器商业飞行登月之后 最后在2030年之前再次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不过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 航天器在登陆月球后的最初一段时间 曾出现通讯故障 令人担心航天器是否受损或仍然有 这个被称为奥德休斯 Odysseus的航天器是一个六边形柱体 高4米 宽1.57米 拥有6只着陆腿 根据直觉机器公司和美国航天局专家 在休斯顿飞行任务控制中心 对登陆所做的网络直播时的说法 奥德休斯在美东时间星期四晚6点23分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323 在月球南极附近的陨石坑着陆 航天器在着陆过程中出现过一次惊心动魄的意外 那就是在航天器降低高度准备着陆时 它的自主导航系统突然失灵 最后是地面上的工程师们 发出未经测试过的牌杖指令 才确保登陆成功 航天器在降落过程中有一段无线电通讯飞障区 而地面控制人员花了相当一段时间 才重新建立与航天器的联系 并且确认了距离地球38.4万公里的这个航天器的状况 路透社根据网络直播报道说 当地面控制人员与航天器最终恢复联系之后 信号仍很微弱 这意味着航天器已经成功着陆 但是航天器的状况以及着陆后的姿态 仍无法确定 我们的设备已经登陆月球表面 我们正在传输信号 所以祝贺我们直觉机器公司的团队 直觉机器公司任务主任蒂姆 克莱恩Tim Crane对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说 我们要看看我们从中还能获得些什么 路透社报道说 直觉机器公司当天稍晚在社媒X平台上贴文表示 飞行控制人员已经证实 奥德修斯姿势直立已经开始传输数据 不过 前美国航天局主管商业登月业务的科学部门领导托马斯 祖部臣Thomas Serbiton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微弱的信号表明 航天器可能着陆在一组巨石或其他障碍物旁边 阻挡或妨碍了天线的工作 有时可能就是一块石头 一块巨大的石头成为挡路的障碍 他通过电话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祖部臣指出 此类的问题有可能干扰登陆器主要任务的完成 那就是将载荷部署在月球表面 并实现科学实验的目标 登陆是立即的重要目标 但是此次任务的主要目标是进行科学实验 并将画面传回等等 他说 美国航天局局长比尔·纳尔逊·贝尔·奈尔森 高度赞誉美国航天器星期四成功登月 称其为一个胜利 强调奥德修斯征服了月球 奥德修斯2月15日 搭乘美国太空探索公司SpaceX 列英九运载火箭 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空中心发射升空 这是自1972年12月 阿波罗17号登月舱搭载宇航员·尤金 塞尔南·金·森森纳和哈里森 施密特·哈利森·史密特登月后 美国首次有航天器在月球表面 进行受控制的降落和着陆 N50years 西安和青岛被列入港澳个人油签发城市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从3月6日起 中国西安和青岛被纳入赴港澳地区个人油城市 当地居民被允许以个人身份而非加入旅行团的形式赴港澳旅游 新冠疫情之后 香港正在努力重振旅游经济 2019年 香港爆发石货发生暴力的亲民主抗议活动 随后政府实施国安法镇压意见人士 给这个曾经充满活力的前英国殖民地的旅游业带来了重创 个人油计划始于2003年 是中国内地与香港合作协议的一部分 该计划最初在临近香港的广东省的四个城市推出 2007年扩展到49个内地城市 西安和青岛将于3月6日前加入其中 这意味着中国内地51个城市的居民将有资格申请赴港澳个人游 官方正大力宣传香港作为国际枢纽的魅力 并计划在未来几个月举办包括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在内的大型活动来吸引游客 流行巨星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时代巡回演唱会选择了日本和新加坡 却跳过了香港 香港特首李家超随后表示 香港必须不遗余力地吸引全球音乐家和艺人 其他艺人如酷玩乐队Coteway的巡演也跳过了香港 选择了台湾和曼谷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 新增个人旅游城市将对香港旅游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说西安和青岛各有超过1000万居民 我们相信这将为香港带来更多高附加值的过夜游客 在2月10日开始的农历新年假期期间 超过140万游客访港 其中87%来自中国内地 内地访客人数平均每天有15.7万 超过疫情爆发前2018年的水平 路透社 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德语媒体 大众是时候撤出新疆了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新苏黎世报发表评论称 大众公司显然正在寻找撤出新疆的万全之计 既能做到从新疆全身而退 而又能不因此去得罪中国政府 这篇题为大众公司是时候撤出新疆了的评论写道 就经济角度而言 撤出新疆对大众来说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一方面 这样可以挽回部分名誉损失 另一方面 新疆分厂本来经济效益就不佳 新疆工厂的任务是组装配件 而这些配件则来自远隔3000公里的另一家中国工厂 因此 组装任务本来是可以在原厂完成的 2011年 大众承诺 为了促进新疆的经济发展 将在当地建立一座工厂 作为回报 大众则获准在其他地方建立更多的工厂 现在同上汽及党国代表商讨退出新疆事宜 对大众来说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时机 大众刚刚在安徽合肥建立了一座新厂 并正在新建研发中心和新的公司总部 当前正值中国经济低迷之际 大众的上述计划将能提供数千个新的工作岗位 因中方合资伙伴明显参与了新疆的监控和打压行为 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本月初已宣布退出新疆 新苏黎世报评论称 这是一项正确的决定 去风险是当务之急 研究者和记者从外部施加压力显然是有效的 巴斯夫和大众此前虽然也开展了内部调查 并进行了风险分析 但却并没有采取行动 这恰恰说明了中国的复杂之处 在中国投资就必须同当局开展合作 并需为此承担经济风险 还要进行道德层面的妥协 但对大众 巴斯夫 博士和西门子等德国大型企业来说 这样做显然是值得的 德国企业正在对中国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投资 2023年 德国对华投资连续三年打破记录 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因为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金额在去年已跌至30年来的最低点 国际大趋势显然是要减少对中国的战略依赖 而德国却在扩大投资 这是一种短视行为 德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高度依赖 带给德国一个沉重的教训 那就是减少对独裁国家的经济依赖至关重要 只有这样才能不被要挟 去风险必须成为优先选项 德国对在华业务及其利润的依赖与日俱增 一旦北京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或者武力犯台 那么德国采取行动的空间就将大大受到限制 大众新疆工厂的案例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德国企业对在华风险进行评估和做出相关决策 也符合这些企业的自身利益 俄罗斯发动清乌战争后 德国总理曾表示这是一个时代转折点 在德国企业同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 现在也需要一个时代转折 《经济周刊》发表评论称 为了提振低迷的股市 中国政府新进出台了一系列干预措施 但这些措施恰恰显示 购买中国股票无异于赌博 中国政府对股市和经济的不断干预 正是投资者的风险所在 2021年 北京对本土高科技企业的整治 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在中国 其他一些经济领域也时常受到政府的干预 比如教培或金融行业 预测股市走向 本来就是一件毫无把握可言的事情 而在政府干预之下 预测将变得毫无可能 对于购买中国股票的人来说 他们实际上是在同中国政府进行一场豪赌 而去过赌场的人都很清楚 庄家永远都是最后的赢家 摘编自其他媒体的内容 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 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难敌中国价格竞争 欧洲最大光伏组建厂关门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瑞士太阳能企业 Mayer Burger周五表示 将分阶段关闭在德国萨克森州 弗莱贝格Flyberg的光伏组建生产厂 今年3月初就将停产 4月底正式关闭 根据Mayer Burger公司的介绍 其在弗莱贝格的工厂 是欧洲最大的光伏组建生产厂 有500名员工 此外 该公司在德国的萨克森 安哈尔特州 还有一家工厂 该公司计划 在提高在美国的工厂的组建产量 Mayer Burger一段时间前 就透露了有关生产转移的考虑 最新的官宣称 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 尚未看到 政府会推出政策支持措施 以消除目前造成光伏组建市场扭曲的供给过剩 和低价倾销 公司CEO阿尔福特 Gunder Erfurt认为 得到政府补贴的中国光伏企业 低价倾销其产品 对欧洲光伏企业构成巨大冲击 其他一些太阳能企业 也在威胁要关闭欧洲的工厂 这些企业指出 鉴于中国光伏产品以低价倾销进入欧洲 若当地政府不予以财政支持 该行业很难维持 此外 美国对中国产光伏版实施贸易壁垒 也致使更多产品涌入欧洲市场 德国政府原本曾计划提供13亿欧元的财政支持 但去年联合政府的财政预算 被联邦宪法法院裁定违宪之后 德国陷入一场预算危机 政府不得不削减开支 有关资助项目被砍 替代方案是一项针对德国产光伏组建 发为期20年的奖励计划 萨克森州州长克雷奇默 Michael Kretschmer 呼吁德国联邦政府 尽快就光伏产业的财政扶持 达成一致并予以落实 他说 尽管太阳能市场正在经历蓬勃发展 但德国的光伏工业依然陷入困境 这让人无法接受 他表示 德国各州州长已就如何保护本土经济 提出具体建议 Meyer Berger决定关闭在德国东部工厂的消息传出后 反对党机民盟 CDU副主席安德烈亚斯 容Andreas Young表示 德国不能在未来能源领域完全依赖于中国 他对联合政府喊话称 最迟现在到了果断行动的时候了 德新社等 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中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 RFI法广 法国安联Allian's首席经济学家苏布兰 Rudovic Sabren 曾在世界银行和法国财政部工作 他于2月22日在经济回声报撰文分析 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会进一步放缓 中国消费者信心危机削弱经济发展 2023年中国经济虽然达到了官方设定的5%左右的增长目标 就是2023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2% 不过属于近几十年来增长率最低 根据中国官方的消息 中国31个省份中有17个没有达到2023年GDP目标 另外 中国房地产危机持续 岁末年初中国股市暴跌 导致中国政府采取全方位的干预措施 从增加财政支持到注资救市等手段 让中国房地产和股市危机有所缓和 法国经济学家苏布兰认为 2024年中国的经济形势并不乐观 由于中国消费者的信心危机也削弱了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政府结束了严厉的控制新冠疫情措施 不过中国经济没有出现预期的反弹 从短期来看 中国消费者因的财产和金融储蓄缩水而情绪低落 中国房地产业比新冠疫情大流行前低26% 房地产泡沫已经破灭 显示中国内需低迷 需要关注的是 面对美国和欧洲等西方的快速脱钩 外国向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在迅速减少或者出现贬值 如汇丰银行曾经大量投资中国来促进自己的增长 华尔街日报消息 在2023年的最后三个月 该银行亏损1.53亿美元 主要由于所持交通银行的股份大幅度减值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从此前多年两位数增长率下降到最近十年个位数字 随着监管壁垒增加和日益恶化的地缘政治局势等不利因素 也正在削弱中国市场的吸引力 有人批评你可以在中国随时退出投资 但你永远无法离开 把资金带走 从中期来看 中国人口增长带来的红利已经终结 中国人口进一步老龄化 因此中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 必须推出有效措施 避免经济进一步下滑 地缘政治局势紧张 现在一方面中国内需下降 另一方面随着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加剧 外部压力增加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中国还必须为新一年的贸易战做好准备 法国经济专家预计 2025至2029年期间 中国经济将平均增长4% 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结构调整 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继续是全球供应商 目前中国仍然是全球各国商品的重要供应国 各国对中国的关键依存度有增无减 如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近50%是关键产品 而且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比以前更高 中国产品出口的地域也更加多样化 法国经济专家苏布兰指出 现在中国围绕三个新领域制定最佳产业政策 电动汽车 电池和太阳能产品 这与美国和欧洲的产业政策完全相同 中国电动汽车以其无与伦比的性价比 在欧洲市场具有竞争力 中国还拥有56%的汽车电池市场份额 和全球80%的太阳能组件生产能力 即使发生全面的半导体战争或不合理的保护主义 西方国家在这些领域也很难迎头赶上 法国经济专家苏布兰认为 中国需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特别是那些官方企业效率不高 同时需要给中国中产阶级更多生存空间 让这些消费者恢复信心来带动中国经济增长 各作评论 中国电影审查里的龙标与沃土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迄今为止的电影审查制度 可谓尘科已久 在当前解放思想的呼声之下 关于沃土的争议或许能成为一个推动改良的契机 一 何为龙标 龙标是指中外影片通过当局审查 在中国大陆获得放映资格的标识 其出现在每一公开发行的影片之首 为绿色背景之下的一条金龙 而龙图腾之意象 恰于电影审查制度背后的深层心理机制不谋而合 即使于西周时期的领约制度 笔约制度是从当政者或贵族角度出发 确定社会之中的身份等级及外在行为规范 并以艺术作为伦理教育 情感导向的重要的社会润滑剂 近年来最符合该隐秘心理的大手笔电影 当推第69届柏林电影节 2019闭幕式上临时取代一秒钟的华丽的英雄 这也助于理解 为何电影作为独特的西方视觉艺术 亦传入中国1896年左右 随即于本土制作首批长故事片 实际遭审查呼吁1921年的 颜瑞生与张秋生 而其推动者 恰为苍礼时而知 礼节的文化经济相对发达地区 江苏与上海的教育民俗社团 然而 即使是在当时中西文化剧烈碰撞 新旧文明交替之时代 所谓的电影审查也主要在于是否有双风化 违背道德 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而并无政治因素 总体说来 民国电影审查重点在于 道德教化与民族主义情感 如针对武侠热及辱华元素 但意识形态并不强 因此颇具革命性的左翼电影亦能崛起 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1949 新的电影《审查制度》 则几乎没有脱离政治思想因素 毛泽东1951年 与人民日报撰写著名的520社论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指责克华平民教育家的《武训传》 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此后 随着文艺界对海瑞罢官的深入批评 中国电影业更是一度陷于 只有八个样板戏的荒谬时代 改革开放之后 特别是90年代的电影产业市场化以来 电影逐渐回归娱乐化之重心 然而 虽然看似是资本引领着电影投资及票房 但国家仍以延续至今的电影审查制度 干预意识形态 并成为实际上的资本引领者 譬如电影审查于2018年正式归于中宣部辖下 而即使是划时代意义的电影产业促进法2017 以明文规定 为取得龙雕的电影不得发行放映第20条 并不得参与电影节第21条 以楼叶导演的伊和元为例 因涉及六四背景与性场面 于2006年5月15日提交审查之后 随即遭剧5月16日 被指为技术原因如画面太暗 声音不清楚等 其于次日再次提交而再被拒审 5月18日 其邪无龙标影片参加达纳电影节 此举被视为对审查制度的严重对抗 从而被罚 禁止楼叶在五年之内不得从事电影制作 而在本届柏林电影节上 为获龙标甚至在参应前夕 被命撤回的王小帅导演 亦在采访中坦言 自己虽为影片能与柏林举行世界首映礼而感到高兴 但却必须先面对压力 无论确切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 而出于逆反 好奇或同情心理 这反而激发出更为高涨的观影兴趣 二 电影审查制度的完集 在沃土即将亮相柏林国际电影节前夕 综艺杂志 Variety 指出其已在15个月内进行过50多次剪辑删改 但仍未过审 此种一乎长情的局面 恰恰说明中国电影审查制度 长久以来的混乱状况并未改变 首先 虽然史上各种电影审查规定 均指出了意识形态的创作禁区 但标准却十分模糊空泛 如《电影产业促进法》第16条 虽指定了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 危害国家安全 诋毁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等八大禁区 但具体细则如何 却全无进一步说明 在这种虚无缥缈的所指之下 为了顺利立想 电影人只能首先进行变本加厉的自我审查 但正如王小帅导演所言 在长期的审查压制下 想要敞开心扉自由创作相当困难 当我有一个故事要讲时 必须首先应对审查制度 这无疑扼杀了我自己的创作和表达 其次 由于审查程序并不透明 且缺乏充分公信力 审查结果及修改程序 往往令电影人无所适从 例如电影审查团队 来自各行各业 一般为36人左右 以2006年最后一次公布的信息为例 其中专业影视编导 多为退休人员仅占8%左右 学界人士仅为12% 而其余80%则为各部门领导 或宣传部门负责官员 如公安部 民族事务委员会 统战部 复联宣传部 司法部 中宣部等 由于审查过程并无统一标准 且不对公众开放 亦无评审记录 所以当影片一旦遭剧 导演往往不得不再修改期限 费尽心思地揣摩上意 沃土历时15个月的50多次剪辑删改仍不过关 显然症洁仍在于傲慢的公园内部制度 即决定生死的公权力一如既往的并未明示工作细节 即指出影片应在何处修改 如何修改 从而导致整个项目的疲于奔命 甚至最终陷入停滞 此种运作性弊端 不仅为导演带来毫不必要的精神折磨与创作打击 亦意味着影片无法在中国院线排档上映 无法争取票房成绩等现实问题 除却投资方的血本无归 这一是各种人力资源 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正因如此 中国电影审查制度 亦招致影业界人士的一致不满 因无人确定令人头疼的红线究竟何在 不仅如此 以国家意志出现的电影审查干预 近年来也使柏林电影节遭受空前压力 如果说在第69届电影节上 一秒钟的临时撤换 使其难堪地打破了公平甚密的票务原则 破例予以退票 该届电影节则面临着更为尴尬之境 似乎是为低调起见 柏林电影节不仅稍晚才公布沃土入选 且将其放入新生代儿童单元Generation Plus 虽然此举的确令该片原本没有引起过多关注 但在上映期间 其厚重的题材 沉重的历史是否能为儿童或青少年们所理解 所引起的争议 直指单元划分是否存在技术性失误 而其压抑的基调 即为被删去的性爱场景 是否全然适合儿童保护原则 也引起教育工作者们的质疑与不满 3.沃土是否能与主旋律相容 虽然上述荒谬的运作导致了一系列荒谬的困境 考察沃土的成片过程 不难看出王小帅导演为争取龙标而做出过种种努力 譬如 其认为沃土的名字具有双重性 因而有可能被视为宣传片 而其拍摄场地甘肃省静远县 也的确把沃土的选址作为农村建设成果而加以宣传 而根据影片开端显示 其甚至在拍摄时期获得了上海市的相关影视促进项目 只是这一切似乎仍然无法改变目前的重重压力 客观而言 沃土在剧情上并非是一件完美作品 譬如恰恰在敏感的土改题材方面 其并未铺垫太爷爷的丰厚财富从何而来 是否存在真实的剥削关系 而让其只是作为就制度下天生的贵族身份而出现 由于对社会结构缺乏批判性反思 这一使得具备独立判断力的观众 无法对其付出全然的同情与信任 但沃土最为成功之处 恰恰是以完全私人性的视角去赶出历史 甚至试图以孩子一样纯真青色的身份去观看历史的迷雾 此种多元性 个体性的叙事角度 正是对国家单一性质的宏大叙事的有力补充 及温和的私人性批判 在揭示出切身问题的同时 并非是与主旋律刻意对立 而是对一代代记忆的正常的补充 竞争或时宜 譬如 其对农民命运在各种政策变迁下的整体刻画 与当下中国农村政策的脱贫 致富等物质关怀相比 总体说来并不冲突 只是 其显然倾向于针对个体的细腻的人性关怀 及那些在国家意志下被忽略的对乡土的眷恋 对城市化的隐隐担忧 以及渺小人物们在各种运动中无法自主选择 被时代潮流所写过的无力感等等 以及他们私密的身心创伤 而当这些优微的声音的确亦须在时代的疗壕中被听见 当这些个体所面临的矛盾与失落 不应仅被官方叙事而淹没 其从而也需被国家赋予更多的平等性的人格尊严 精神尊严 遗憾的是 一纸龙标 似乎恰恰抹杀了这些小人物的思想感受与话语权 这也正如在刚性的行政室的电影审查之下 王小帅导演的沃土业已超越原本关于农民与土地所有权之间的关怀 而不得不升华为其所声称的 我想用我的电影来倡导表达自由 谢谢大家 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